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卡方检定的适合度检定 适合度检定 其实目的就是说 我们想要检定这个母体是不是符合某种特定的分配 那么它的观念来说的话呢 是一样的 卡方检定都是这么做 利用这个统计量 那么我们要记得观察次数 我们用O来表示 期望的次数是用E来表示 那么我们的这个叫做统计量 卡方值 那么一直都在使用中 那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这个是一个均匀分配的一个例题 怎么说叫做均匀分配呢 一颗骰子 它是六面 如果说它是一个公正的骰子的话呢 基本上这六面应该是平均的出现 那么现在我们投资了一颗骰子是120次的话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期望来说 每一点一到六平均每一点的话呢 它会出现202020次20次均匀的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要检定说 是不是均匀分配 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 它的一点是20次 两点是22次 不太一样 那么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观察 我们可不可以说 它已经不是均匀分配呢 那么我们就来做做看这个 利用卡方检定来去检定这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H0代表的是均匀的 他们相信它 它是均匀的 对立假设是不均匀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计算卡方值 卡方值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差距的平方 除以期望值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就一口气直接算一下啊 一次算三个 第一个是0 第二个是22跟20 第三个是17对20 第四个是18跟20 第五个是19跟20 第六个是24减掉20 好我们计算一下 计算的结果是1.7 这个卡方值究竟大还是小呢 看起来不大 但是我们仍然是需要用卡方的这个临界值来判断一下 于是我们就把卡方这个资料叫出来 现在来看我们这些值 123456 它的自由度是几呢 6扣掉1 因为我们是把它利用了里面的资料 就是N 我们利用了120 所以我们要降低了一个自由度 那自由度我们要挑的是5的位置 5的位置 0.05在哪里呢 在这里 11.07 我们这个地方是1.7 比它小 比它小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结论 不显著 既然不显著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拒绝H0 也就是说 这个结果 我们认为点数出现的次数仍然属于均匀的状况 我们下面来做一个比较麻烦的题目 就是减定是不是常态 这个还蛮常用的 就是这样子说的啊 有一家电瓶厂 他想要了解生产的电瓶的寿命是否符合常态分配 于是他们就记录了40颗的电瓶 我们N是40 然后呢 我们算出来了 这个是样本平均数 跟样本的标准差 这个是可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是做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分路 做了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了 那么同学看到这些资料以后 要很小心的处理 怎么说呢 我们要利用卡方分配 这个每一个的储存格 我们希望它都要超过五 那么于是我们一跟二要合并 一跟二合并是三 三的话呢 还是不够 要跟一二三要需要合并在一起 这个够了 这个够了 这个五可以 可是这个三不行 所以我们把后面这两个 也需要合并 那么我们就把它合并一下 现在前面就变成了七个 十五个变成了四组资料了 好 那四笔资料 那么我们现在想想看 这四笔资料 我们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假设它是符合常态分配 那么平均数是什么呢 三点四一二五 标准差是零点七零三 如果能符合常态分配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有几个值 我们先算它的几率 来我们算一下 这里是从一点四五到 二点九五之间的这个数字 X是一点四五到二点九五 我们把它换算成我们的Z值 这个地方把它换算一下 Z值是多少 我们要利用的是 X减掉μ 除以σ的一个观念 把它标准化之后 我们算一下 这是负的二点七九 到负的零点六六 那么几率 我们把它算出来 我们需要查一下表 那这个地方因为空间不够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出答案来 零点二五二 来第二区 第二区是二点九五到三点四五 那么一样的 我们把它标准化 二点九五减掉三点四一二五 一样的 除以它的标准差 这边都一样 于是我们算出的Z值是 负的零点六六到零点零五之间 那么一样的 我们要查表 这是一正一负 所以我们要查两个表的相加 这边的几率是零点二六五三 再来看第三区 第三区是三点四五到三点九五 那么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把它标准化之后 我们得到了 Z值是介于零点零五到零点七六之间 这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我们要查零点七六的值 扣掉零点零五的值 所以这个几率算出来的结果是零点二五六五 把这个几率算出来 最后一个 我们把它算出来 全部一起算 三点九五从这边开始到四点九五 算好之后 把它的几率找出来 这是零点二零九三 几率算完了之后 要做什么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期望的四数算出来 请问这里总共有多少个电瓶呢 四十颗电瓶 既然是四十颗电瓶 我们就乘以四十 预期这是等于多少呢 十点零一 十点零一 这边就是跟着十点零一 我们预期这个地方应该要有十点一颗 那这个乘四十呢 这个乘四十是十点六 那这边左边 我们就搭配一个十点六 第三个区域乘上四十 那么是算一下 这是十点三 所以这边跟着就要照超十点三 这边乘上四十呢 八点四 所以这边是乘上八点四 好 我们现在已经算完了以后 这个整个算式我们拿掉 我们把它清空了之后 留下这个表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表已经列在这个地方来了 那资料也清空了 现在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把卡方值算出来 卡方值是观察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除以期望值 第二步就是十五减掉十点六 平方除以十点六 第三个是十跟十点三 我们把它列出来 第四个是八跟八点四 那么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算出来的结果是 二点八点六 这个数字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的要求呢 我们先计算一下它的自由度 因为我们要查表的时候需要自由度 这里有几笔资料呢 一 二 三 四 四个算式 四个算式里面我们用到的是哪些参数 我们要扣掉平均数 平均数是我们从里面得来的 我们还要扣掉标准差 我们还要扣掉这个四十N 所以四个算式里面我们要扣掉三个自由度 所以自由度仅仅剩下一而已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把卡方的表叫出来了 自由度在一的地方我们把它描起来 那么零点零五的位置是在三点八四的位置 那么这边是二点八 没有超过三点八四的这个界线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符合常态分配呢 目前为止我们看算式 所以我们无法拒绝H0 那么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是不是常态分配呢 是这样的结果 来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适合度的减定 那么它的原理我们再重申一次 观察值期望值的比较 那么我们这个例题的话呢 有注意的地方就是不可以低于五 那么如果有低于五的储存格 那么同学要记得将它前后合并起来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适合度的减定 那么我们后面还有奇异性跟独立性的减定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看 卡方分配的功能还有其他的部分观念都是一样的